好幾位救難人員將一具遺體從峽谷深處中撈上來 準備搬到路面上 墨西哥時間8月3日凌晨 在西部沿海 納雅里克州 發生一起巴士坠崖意外 一輛開往替華納的巴士偏離高速公路車道 直衝下峽谷 造成10多人死亡 當中包括6名印度公民 另外有20多人受傷 至於巴士發生意外的原因需要進一步調查 此外還有日本遊客 一日在墨西哥尤嘉丹州也不幸發生車禍 造成一死多傷的悲劇 墨西哥頻繁發生大型車車禍事故 原因恐怕從法規是否完善 道路設計是否不良 到車輛保養有無落實 都得認真檢視 環宇新聞許明星綜合報導 絕對